启示录上 启示录的作者并没有称这卷书为诸启示 不是多数而是单数 本书作者是约翰 极可能是耶稣所爱的那位门徒 也写过约翰书信和约翰福音 但也可能是另一位约翰 一位相信弥赛亚的犹太先知 在初代教会中四处游走教导信徒 不管是哪一位约翰 作者在开篇第一段就清楚地表明了自己 所要写的书属于哪种类型 首先他把这部书叫做启示或者启示文学 在希腊语中 Apicalopsis指当时的读者都熟悉的一种文学体材 它跟西伯来圣经和其他流行的犹太典籍一样 启示文学详细地记录某位先知具有征兆性的异梦或意象 向人启示在高天之上的神 对人类历史以及当今事件的看法 由此人们就可以从历史的最终结局来审视当下 约翰说这些启示是预言 是神借着某位先知向百姓说话 通常是在百姓身处危机时 对他们提出警告或赐下安慰 约翰说这是一部预言书 本书符合圣经里众多先知从历史传承下来的预言 并把这些信息推向高潮 并且这个启示性的预言是传递给当时约翰所认识的那些真实存在的人 这卷书的开头和结尾就像一封公开信 发给古罗马亚西亚省的七间教会 对约翰来说七是一个有意味的数字 象征完全 取自旧约中每七天一次安息日的周期 启示录每一个单独的部分中都出现了数字七 在书卷开头约翰就清楚地指明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卷书 犹太人的启示文学是通过象征图案和数字来传递信息 这并不是某种神秘的预言性密码 告知人们世界末日的具体时间 相反 约翰在书中不断引用旧约中的象征标记 希望他的读者通过查看他引用的古卷经文来明白这些标记的含义 要知道这毕竟是一封信 约翰实际上是在描述一世纪教会的状况 因此虽然这卷书也像后世的基督徒说话 但对于书卷的解释 还是应该首先围绕在约翰当时代的城市和收信人的历史背景中 由此我们开始进入本卷书的第一部分 耶稣给七间教会的信 约翰被流放到拔摩岛 他在异象中看到复活的耶稣被高举做王 站在七盏发光的金灯台中间 神告诉约翰他们象征着小亚西亚的七间教会 就像旧约撒加利亚书所记载的 接着耶稣开始谈论每间教会面临的具体问题 有的教会因为有钱有影响力 反倒不冷不热 有的教会在道德上向世界妥协 一些信徒在异教庙宇中吃记偶像的食物 行淫乱的事 也有一些信徒仍然忠心的信靠耶稣 却饱受搅扰甚至暴力的逼迫 耶稣警告说情况将越来越糟糕 众教会将经历一场大灾难 信徒要被迫在妥协和忠诚之间做选择 在约翰生活的时代 罗马皇帝尼路残害基督徒已成历史 但多米田皇帝的逼迫还在进行中 信徒当时经受的试探就是 只要离弃耶稣就可以避免受迫害 还可以融入到当时的罗马文化中 耶稣呼召信徒要持守信心才能战胜罪 过真正得胜的生活 耶稣应许说那些得胜者会得到奖赏 每个奖赏都直接来自于本书最终的意象 就是天地之间的盛大婚宴 因此书信一开始就设置了本卷书的情节主线 由此引出整卷书的内容 耶稣的子民会忍耐到底吗 他们能继承神所预备的新天新地吗 为什么说对耶稣忠心就是得胜呢 本书的其余内容就是约翰的回应 但一里意象中被封存的书卷 都是关于神的国如何完全运行在地上 如同运行在天上一样 但结果是没有人配展开这个书卷 这时约翰听到人声说 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 他有权柄展开这卷书 这是旧约圣经的经典描述 弥赛亚君王会透过军事征战建立神的国度 这就是约翰所听到的 但他转身时看到的却并不是一只好斗的雄狮 而是一只被杀的献祭羔羊 他却活着站在那里准备展开书卷 这被杀的羔羊象征着耶稣 这一点对理解全书至关重要 约翰说神所应许的未来得胜的国度 在弥赛亚被钉上十字架之后就开始了 耶稣为自己的仇敌而死 就像逾越节上的献祭羔羊 好让罪人能因他被救赎 耶稣的复活打败了他在十字架上的死 这恰恰是他的登基大典 这是耶稣胜过恶的方式 所以这个异想最终的结局是 父神与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一起 作为真正的造物主拯救者 受到天上地上一切万物的敬拜 这时被杀的羔羊开始展开书卷 这标志了神的至高权柄 引导历史迈向终局 我们由此进入本书的下一部分 出现了三个七的循环 七个封印 七之号 七之晚 每一部分的循环都描述出神的公义国度降临到地上 如同运行在天上 有人认为按照字面理解 三组七个审判代表事件发生的实际顺序 可能过去已经发生 可能现在正在发生 也可能在耶稣再来之时发生 但要注意 约翰对这三组七个审判的描述 第七个印被揭开之后 才有天使吹七之号 第七次吹号和第七个印被揭开之后 才有七之晚的审判 这就像套娃玩具一样 每七个审判的最后一个结束后 就会带出之后一组的七个审判 还要注意 每一组的七个审判到最后一个的时候 就会进入高潮 每个审判都与最终的结局相呼应 所以更可能的是 约翰从三个不同的角度 分别使用三组七个审判 共同描述自耶稣复活到他再来之间 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情 因此被杀的羔羊开始揭开前四个封印 约翰看见四个骑马的人 这一景象来自于旧约撒加利亚书第一章 四位骑士象征着战争 征服饥荒和死亡的时期 换句话说 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悲惨的日子 然后揭开第五印 描述在神宝座前 那些殉道的基督徒 他们无辜的血在神的面前诉冤 就像祭坛前的烟一样升起 有声音吩咐他们在安息一会儿 只等到更多的基督徒被杀殉道 经文没讲其中的原因 但说这种情况 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 神最终回应了他们的哀哭 这是以赛亚书和约尔书中 所描述的大而可畏的日子 地上的人呼喊说 谁能站立得住呢 然后约翰忽然来了一个中场停顿 回答这个问题 约翰看见一位天使拿着印 在神仆人们的额上印下记号 作为保护 这些仆人就是忍受了一切苦难的基督徒 约翰听到受印之人的数目是14万4千人 这是对士兵数目的统计 就像旧约民数记第一章记载的打仗人数 以色列12个支派 每个支派出12000人 请注意 约翰听到这支军队数目的情形 跟他听到犹大得胜的狮子时的情形一样 在两个场景中 约翰一转身 就惊奇的发现 这些军队是在被杀的羔羊耶稣身上实现的 因此约翰看到 神国中弥赛亚的军队由万族万邦的百姓所组成 这实现了神在古时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这支属于羔羊由万族万邦组成的军队 能站立在神的面前 是因他们被羔羊的血赎回了 如今他们被称为得胜者 不是因为击杀仇敌 反而是因为他们所承受的苦难 正如羔羊所做的见证 之后揭开了第七印 也就是最后一印 但在书卷被打开之前 出现了七支发出警告的号角 香炉里装满了祭坛上的火 倒在地上 象征着殉道者的呼喊和祈祷 使主的日子得以满足 约翰用七支号的意象 再一次讲述这件事 这次意象中的画面取自于《出埃及记》的记载 前五支号角吹响 重现了曾经降在埃及的灾难 第六支号角吹响的时候 四位骑马的使者被释放出来 他们在揭开七印的前四印时出现过 但是约翰告诉我们 尽管全地遭遇了这些灾难 列国还是不悔改 就像出埃及记中不肯悔改的法老一样 看起来神的审判 并不能让人在他面前谦卑悔改 然后约翰又突然停下来 进入中场休息 一位天使拿着已经被羔羊打开的书卷 很像以西节书记载的那样 有声音吩咐约翰吃掉小书卷 把其中的信息传到万国 最后羔羊的书卷被打开了 可以看到神的国将如何降临到地上 小书卷的内容是通过象征性的意象来解释的 首先约翰看到神的殿和祭坛旁的殉道者 有声音吩咐他测量圣殿 将那个范围分别出来 这个保护圣城的意象取自于旧约撒加利亚书第二章 但他没有测量圣所的外怨 因为那里要受到列国的践踏 有人认为此处应按字面理解 指耶路撒冷圣城被毁的历史事件 或是指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但在这里约翰更像是按照耶稣和使徒们的传统教导 用新的圣殿预表神所立新约之下的百姓 按照这种解释 这个意象指的就是基督徒会遭到万国的迫害 但外在的攻击却无法夺走他们 借着羔羊耶稣获得的胜利 在小书卷的第二个意象中 这一观念得到延展 神拆派了两名见证人到万国之中 作为先知的代表 有些人认为此处应该按照字面来理解 就是说将来有一天会出现两位先知 但约翰称这两名见证人是两个灯台 这里的象征含义之一明显指的是教会 因此这个意象更像是指跟随耶稣的人 有着摩西和以利亚的先知 扮演先知的角色 呼召拜偶像的列国和掌权者转向独一真神 但是忽然出现了一只可怕的兽 让人想起但义礼书第七章 受战胜了两名见证人杀死了他们 但之后神又让两名见证人复活了 在逼迫他们的人面前为他们申冤 最终万国之中很多人因此悔改了 在主的日子里把荣耀归给创造主神 我们不妨先停在这里 神透过七印和七号发出审判的警告 但万国并没有悔改 就像出埃及记中的灾难 让法老的心反倒更加刚硬 但是神的羔羊用爱征服了仇敌 他替仇敌而死 如今羔羊书卷的信息显出了他军队的使命 就是教会 当列国看到神的教会效法羔羊牺牲的爱时 神的国就彰显出来了 他们不是击杀仇敌 而是替仇敌而死 神的怜悯透过跟随耶稣的人彰显出来 列国就被带进悔改之中 这惊人的宣告正是被打开的书卷中的信息 约翰将这一点放在整卷书最核心的位置 随后最后一支号吹响了 神的国如同在天上一般降临在地上 万国都被震动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教会应当如何向万国做见证 并且继承新天新地 但是那个发起战争攻击神百姓的可怕之兽到底是谁 他最终的结局又会如何呢 我们将在启示录下继续讲述 启示录下 在启示录上集 约翰将末世预言写成信件 寄给小亚西亚的七间教会传阅 目的是激励和安慰那些在罗马帝国统治下遭受冷遇和逼迫的基督徒 在上集中 约翰用来描述耶稣的一个重要象征 是一只被杀的羔羊 这只羔羊通过死亡战胜了仇敌 正是耶稣展开了神的书卷 里面写着神的旨意 神要在地上彰显他的国度 就像在天上一样 这些书卷宣布的警告 语出埃及记中 神对埃及的审判很像 但许多国家的人也像法老那样 不愿意悔改 于是约翰描述说 神的羔羊召集了一支多种族组成的军队 书卷揭示了他们的独特使命 就是效法羔羊 尽管面临死亡 也要在神的敌人面前 为神的公义和怜悯做见证 他们将像羔羊那样 献上自己的生命来战胜兽 最终让列国悔改 约翰在后面的书卷中 详细地描述了这只兽 兽跟神子民之间的征战 以及所有故事的结局 写完七只号角之后 约翰没再继续使用数字器 而是开始叙述一系列异想 约翰称这些意象为景象 景象的字面含义是象征 他们在这些章节里随处可见 这些意象进一步解释了 那些书卷传递的信息 第一个意象揭示了 遭罗马帝国逼迫的 七间教会所受的苦难 指出这背后是鼠灵征战 这些苦难展现的就是 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的 那场古老的战争 那条象征着万恶之源的蛇 被描述成一条龙 他攻击一个妇人和他的后裔 他们代表了弥赛亚和他的子民 后来弥赛亚通过自己的死亡和复活 战胜了龙 龙就被摔到地上 在地上 龙掀起对弥赛亚子民的仇恨和迫害 但是即使面对死亡 这些子民仍会抵挡龙的力量 并最终战胜他 约翰试图向众教会说明 真正迫害他们的敌人 并不是罗马帝国 或其他任何国家人民 而是黑暗属灵势力的攻击 耶稣的门徒则像被杀的羔羊一样 通过持守信心和爱仇敌 来宣告耶稣的胜利 约翰的下一个异象 重复了先前的冲突 但这次出现的是 先知但一里梦中的动物形象 约翰看见两只被龙 兽与权柄的兽 一只兽代表着通过暴力 征服世人的国家军事力量 另一只兽象征着 宣扬经济至高的舆论机器 这两只兽向地上各国 索取绝对的拥护 叫众人在额头或手上 刻下兽名的印记 或象征兽的数字 666 这幅画面邪恶污秽 背后的寓意 也绝不是看一眼就能理解明白的 显然 约翰借用了西伯来旧约的内容 首先 兽印的意思是反噬马 古代犹太人会在额头或手上写下释马 就是效忠于神的祈祷文 生命记对此有记录 古代犹太人把祈祷文印在额头和手上 象征着将自己的心智 意念和行为 都完全地献给独一真神 耶和华 但现在 这些抵挡神的人 要求神的子民向他们效忠 他们强迫每个人 选择自己要效忠的对象 接下来出现了几千年来一直让读者困惑的寿命数字 666 不过在约翰看来 这个数字并不神秘 约翰精通西伯来语和希腊语 西伯来语的字母就是数字 如果你用西伯来语拼写希腊词 尼路凯撒或猛兽 每个词加起来 总和都等于666 约翰并不是说尼路凯撒 应验了这个意象 尼路凯撒不过是先知但以理笔下 古老统治模式的一个当代例子 这指的是 当国家政权把自身的权利和经济保障 看作偶像 并强迫人民完全服从时 他就变成了兽 巴比伦国就是先知但以理时代的兽 接着是波斯 希腊 以及约翰所处时代的罗马帝国 之后任何按这种模式发展的国家 都是这样的兽 与这些兽之国和龙相对的是另一位军王 就是被杀的羔羊 他和献上生命追随他的军队站在一起 他们胜利的歌声从新耶路撒冷开启 传遍各国 约翰称之为永远的福音 他们呼召所有人悔改 敬畏神 并且离开巴比伦 因为他就要倾倒了 所剩的日子不多了 接下来 约翰看到了末日审判的意象 这个意象包含了两次收割 一次是收割熟透的庄稼 意思是耶稣回来 召集忠心于他的子民 另一次是收割葡萄树的果子 他代表着受邪恶蛊惑的人 他们将被扔进酒榨里碾碎 通过这些意象 约翰向七间教会提出一个非此即彼的抉择 他们是抵抗巴比伦的引诱追随神的羔羊 还是追随兽遭受终极的惨败呢 现在选项很明确了 约翰借用象征着成有神大怒的七碗 再次展现了神的七个终极审判 通过书卷和异象可以看到 有许多国家忏悔了 但还是有许多国家不肯悔改 于是埃及的灾难再次出现 乘着神怒气的七只碗被倒在地上 这些人像法老一样抵挡神 诅咒神 这一切都引向了第六碗的灾难 龙和兽召集各国 在哈米吉多顿向神的子民宣战 哈米吉多顿指的是以色列北部某地 以色列人多次在这个地方抵御其他国家的入侵 有人认为第六碗的灾难暗示着一场未来将要真实发生的战争 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比喻 表现神与邪恶的终极对决 无论是哪种解释都会发现 约翰在这里明显借用了以西节书中神与哥格的征战 先知以西节用哥格来比喻那些背逆神的国家 他们聚集在神的面前等待末日审判 这就是第七碗要发生的事 这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对神的末日审判的描述 那时列国中的邪恶最终会被彻底打败 到这里约翰已经完全展开了神高扬的书卷信息 他继续扩展之前引入的三个关键主题 巴比伦的毁灭 打败邪恶的终极之战和新耶路撒冷的到来 每一个主题都从不同角度探寻神国度的最终降临 先是巴比伦的毁灭 天使向约翰展示了一个身穿华服美艳的女人 他畅饮着殉道者和所有无辜者的鲜血 其一只长着七头十脚的兽 这兽象征着背逆神的国家 这个女人被称为巴比伦大淫妇 当时约翰的第一批读者 应该能很清楚的明白这个意象 约翰把罗马帝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拟人化了 不但如此在这个意象里 他还把旧约中所有关于古巴比伦 推罗和以东沦陷的文字与画面结合起来 他让读者看到 罗马就是旧约中背逆神的人类 在当时的最新写照 人们联合起来 建成一个又一个把经济和军事能力当成神的国家 这体现了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 像巴比伦一样的罪恶之国 兴起又衰落 循环反复 直到耶稣再来 他的国将取代巴比伦 但是耶稣的国会如何降临呢 迄今为止 主的日子一直被描绘成 充满了火 地震和最后的收割 在这里 有两次被描绘成是一场终极之战 结局是神为殉道者们洗净了冤屈 约翰把我们带回到第六晚的灾难 正当各国聚集起来抵挡神的时候 耶稣忽然出现了 他是伟大的英雄 他是神的道 骑在白马上准备征服魔鬼 但是请注意 征战还没开始 他已经被鲜血覆盖 那是他自己的血 而他唯一的武器就是口中的剑 这个画面来自以赛亚书 约翰想告诉我们 哈米吉多顿之战不是一场流血战争 相反 这位曾替仇敌流血的耶稣 现在要回来彰显公义 他将审判那些参与毁灭神 看为美好的世界并拒绝悔改的人 他们在神的世界燃起的毁灭性的地狱之火 理所当然的变成神为他们所预定的结局 接着 约翰又看到一个异象 被大巴比伦杀害的那些耶稣门徒 从死里复活了 他们同弥赛亚一起掌权一千年 随后 那条引诱人背叛神的龙 联合世上列国 要推翻神的国 但在神公义的宝座面前 他们面临最终的失败 灵界所有的邪恶势力 和所有拒绝加入神国的人 都将被消灭 神任由他们为所欲为 他们远离神 为自己的私欲而活 于是 龙 大巴比伦 和他们的追随者 都被永远地囚禁起来 再也不能败坏 神全新的创造了 今天 关于这两场战争 和一千年之间关系的争论 层出不穷 有人认为 这里的一千年要按字面解释 指的是一个时间顺序 耶稣再来 然后神国降临 众信徒与耶稣一同掌权一千年 也叫做千禧年 最后就是神的末日审判 也有人认为 这里的一千年 是象征耶稣和殉道者 已经取得的胜利 那两场战争只是从两个不同角度 描绘耶稣再来时的情景 无论你认同哪个观点 约翰表达的信息都很明确 那就是当耶稣回来做王的时候 他将处理世上的邪恶 为忠于他的子民申冤 启示录最后 以天与地联姻结尾 天使带约翰看见一位美丽的新娘 他象征着一个全新的天地 神与同他立约的子民就住在这里 神表示他要与自己的子民 永远在一起 他要让万物都更新 约翰的这个意象是旧约众多应许的总和 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天地 一个被修复一新 不再有伤痛和邪恶的受造界 他也是一个全新的伊甸园 一个与神共享永生的乐园 然而他不仅回归了最初的伊甸园 他更升级成了全新的耶路撒冷 一座伟大的城市 各种文化 各个民族 共同在神的面前 和平 友好的相处 最让人惊奇的是 圣殿将不复存在 因为过去只在圣殿出现的神 和献祭的羔羊 如今出现在新世界的所有空间 全新的人类将完成圣经创世 第一页就被赋予的使命 那就是作为神的形象代表 他们要跟神一起生活 管理这个新天新地 使徒约翰的末日启示 和整本圣经波澜壮阔的史诗性故事 到这里就结束了 约翰写这卷书的目的 不是让我们破解耶稣再来的时间点 这卷充满意象的书 为一世纪的七间教会 和世世代代的基督徒 带来了盼望和挑战 因为它揭示了历史的发展规律 和神的应许 那就是每一个由人类建造的国度 最终都将沦为大巴比伦 而巴比伦的邪恶 一定要用被杀的羔羊的力量来战胜 但是不必灰心 因为深爱这个世界 并为之而死的耶稣 不会任由巴比伦放纵 有一天 他会回来 把邪恶赶出神的美好世界 并且更新万物 正是这个应许 激励着每一代神的子民 持守信心 直到万王之王归来 这就是启示录的经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